我们看看这份卷怎么做 第一条就是要你express以下的总和用submation notation表示 part a 逐个term 写出来 你会发现有六个term title 1 写为1除1 其余就照写 -2分1 -3分1 -4分1 -5分1 -6分1 然后写作submation 你看到分母是由1开始一路顺序到6 所以submation sign 我们的variable k是由1去到6 里面的expression 分母写k 到分子 你看到它是由正1-1 正1-1相间的出现 所以分子就会成-1 k-1次方 那就会出到k是1的时候 开始就会正 k是2的时候第二个就是-2之类推 part b expression就是x的6次方 x的5次方 x的5次方 x的4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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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的3次方 x的3次方 x的4次方 x的5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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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的6次方 好了 那我们如何去写一个submation 你看到y的这里 有1次方 x的也是 其实来一下 x的0次方 x'的5次方 y的3次方 x的0次方 x的2次方 b x2 x的5次方 也有6 x的0次方 x的5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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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等於6 所以你看到每個 term 他們 x 和 y 的次方 全部相加都是6 寫個 submission k 由 0 開始去到 6 x 這個 variable 這個次方由 6 降到 0 所以寫 6 減 k y 就由 0 上到 6 所以寫 y 的 k 次方 你看到這兩個次方 加上就是 6 減 k 的次方 再加 k 次方 加上就是 6 part B 這個呢 這樣就叫做做完 part C 由 100 的 square 加下一個 98 的 square 下一個 96 的 square 一路加 一路加到 50 的 square 那怎樣寫個 submission 的符號呢 你可以這樣去看 最開始這個呢 就是 2 乘 50 跟著這個呢 2 乘 49 然後這個呢 2 乘 48 如此類推 一路去到最尾那個呢 就是 2 乘 25 的 但你就嘗嘗 反過來這樣 你可能由最尾那個 term 先寫 先的嘛 我們就把 variable k 就當由最尾那個 就當是最尾那個 就當是開頭的 25 去到 50 而裡面呢 那個 expression就是 2 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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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就是 4k square 這樣就叫做完 到第二條了 以知這個 submission k 由 0 到 n 減 1 就是 1-a 的 k 次方 over 1-a 這條最重要的 observation OK key observation 就不是那個裡面的 a 那麼簡單 是說 k 由 0 加到 n 減 1 裡面這塊的 k 次方 是可以寫作 1 減這塊的整個 n 次方 現在是 part a 了 k 由 0 到 n 減 1 1加 a k 乘 1 減 a 的 k 次方 裡面很明顯是 頭加尾乘頭減尾 頭減尾 所以你就照射 k 等於 0 到 n 減 1 就變成 1 的 square 減 a k bracket square 記得加中古 括了這些 expression 裡面呢 就變成 1 減 a 的 2k 次方 OK 下一步如何處理呢 這個 observation k 由 0 到 n 減 1 裡面還有減數 我們就可以拆開 將 observation 每人一塊 所以就寫成這樣的格式 然後我們將 2k 次方 將 k 次方拔出來 當 a 的 square 是一塊 前面的 observation 如何處理呢 k 由 0 到 n 減 1 而裡面放 1 字的話 即是說 total 有 n 減 1 減 0 再加 1 那麼多個 1 乘 OK 那公司就是這樣用的 OK 看清楚了 如果裡面那個是沒有 variable k 只有一個 constant 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這樣的公司去計算 而後面的 summation 就用回題目給公司 不過今次呢 那個位置就不是放 a 是放 a square 所以你就可以把前面計算到 n 後面是 1 減 a 的 2 n 次方 over 1 減 a square 這樣就括著分子 然後通分母 就變成 n 減 n a square 減 1 再加 a square over 1 減 a square 接著就到 part b submission 從 0 到 n 減 1 1減 1 1減 1 over a 的 k 次方 等於 summation k 由 0 到 n 減 1 前面是 1 再減 summation k 由 0 到 n 減 1 裡面就是 1減 a 的 k 次方 那麼前面的 summation 剛剛都做過 就是 n 減 1 減 0 再加 1 即是尾減頭再加 1 再成為裡面的 constant 紅色的這個放前面 藍色這個開頭放後面 尾減頭加 1 再成為 constant 綠色筆圈著這個 後面 k 由 0 到 n 減 1 我們就括著整個 1減 a 拔個 k 次方出來 藍色這個就是那個 expression 前面加到 n 後面就會 1減 1 over a 整個 n 次方 over 1減 a 藍色這個就括著的 就是 expressions ok 接著你要做的就是處理了分數 分子就變成 a 的 n 次方 -1 除 a 的 n 次方 分母就是 a 減 1 over a 那怎樣做下去呢 我們就隨便成 把分母的分數上下顛倒 變成 a 的 n 次方 -1 除 a 的 n 次方 乘 a over a 減 1 然後我們就見到 紅色筆圈著這兩個就可以做化減 就等於 n 減 分數 a 的 n 次方 -1 over a 減 1 然後括實個分子 然後加回 a 的 1 減 n 次方 因為分子1個 a 分母有 n個 a 約減了 就是 a 的 1 減 n 次方 然後通分母 整個分母是 a 減 1 前面就被 n a 減 n 然後再減 a 的 1 次方 再加 a 的 1 減 n 次方 這樣呢 part B 就叫做罪 第三條 叫你用 mathematical induction k 由 n 到 2 n 裡面是 k 乘 k 加 1 就等於 n 乘 n 加 1 乘 7 n 加 5 除以 3 那他說呢 叫你證明這條式是 truth for all positive integers n 之後initial k 則 n 是 1 那 n 是 1 那 n 是 1 的時候 左手邊就是 submission k 由 1 到 2 k 乘 k 加 1 所以開頭就是 1 乘 2 第二條是 2 乘 3 即是計到 8 right hand side 就要用公式 代替 n 是 1 就是 1 乘 2 乘 12 除 3 計到又是 8 所以 the statement the statement is true when n 等於 1 接著寫一個 assumption assume submission k 由 m 到 2 m k 乘 k 加 1 等於 m 乘 m 加 1 乘 m 加 1 乘 7 m 加 5 over 3 其中 m 就是 positive integer 接著要查個 next case 當 n 是 m 加 1 的時候 左手邊 寫的是 submission k 由 m 加 1 到 2 乘 m 加 1 因為這次 n 變成 m 加 1 這裡代表 starting 由 m 加 1 開始 終點是 2 m 加 2 因為 2 乘 進去 先處理後面的兩項 我們把最後兩項 拆出來 就是 2 m 加 1 乘 2 m 加 2 再加 2 m 加 2 乘 2 m 加 3 中間這塊 就是 k 是 2 m 加 1 的情況 後面這塊就是 k 是 2 m 加 2 所以你見到 starting 仍然是 m 加 1 但是 終點已經是 2 m 但你見到 assumption starting 是由 m 開始 終點 到 2 m 這塊esso Jersey constitutional starting Ending是 2 m 那你終點 如果用到 assumption m x m, 本来再是 7 m x 5 除以 3 备用这个寮两个凝判 在后面要 tenho to, 於stece, 2 production assumption 在其它地方你看你照片 只要你会照射中 Senator , ups and ups 同時 ,明大三思维唷 辱速ettiambate ,按��ключ кож 即可 dictate 看前面那一回憶法 違法状况프 tudo 言 brave 后面如何处理呢?抽M加1over3出来 然后本身是2,抽3份1出来就变成6 只剩2M加1 本身是2,抽3份1就变成6 乘2M加3 最后本身只剩1,抽3份1出来就变成3 剩3M 前面份数M乘M加1乘7M加5over3 后面M加1over3再乘 里面的expression化简变成21M加24 所以你再通过大份母 份母是3 抽M加出来就变成M乘7M加5 加21M加24 化简里面的东西 M加1乘7M2加26M加24over3 接着M加1乘7M加12over3 而这个7M加12你可以把它看成7M加1 再加5 那就跟原本的格式一样 所以你可以写 When the statement is true for N和M, The statement is also true for N和M加1 所以根据 mathematical induction, The statement is true for all positive integers N 第三条就完成了 到第四条 又是用MI证明这个行等式 word for all positive integers as N 又是出发到Initial case N等于1 左手边就是写作 Submation K由1去到1 里面K乘K加1乘2K加1 化简就变成1乘2乘3 即是6 所以 所以 The statement is true when N等于1 跟着 Assume Submation K由1去到M K乘K加12K加1 可以写作M乘N加1 All square 加M加2 其中M就是正整数 笑臭的样子 当你是M加1的时候 那又怎样呢? 左手边就是K等于1 去到M加1 里面的格式K乘K加1乘2K加1 我们就把最后的Term移出来 就变成K由1到M加1 但后来的Term就是M加1乘M加2乘2 OK 又来一次 最后是K等于M加1的情况 然后 最初的Submation 就可以用Assumption 召召 M乘M加1 Bracket square乘M加2 OVER2 加后面 M加1乘M加2乘2 M加3 这里就用了Induction Assumption 接着下一步如何处理呢? 我们就要通负母 前面的M乘M加2乘M加2 后面就是加2乘M加1乘M加2乘M加2乘2 M加3 然后抽Common Factor 黄色 这两个Common Factor 所以M加1乘M加2 OVER2 就是中括号 M乘M加1 再加2 Bracket 2M加3 好了 前面那两个Factor照写 接着后面这个就被M square加5 M加6 分母2照写 那就变成M M加1乘M加2 All square乘M加3 OVER2 咦 这个格式是一样 你就写了 所以When the statement is true for N 等于M The statement is also true for N 等于M加1 所以根据Mathematical Induction The statement The statement is true for all positive integers N 这样就叫做完整的答法 到部分B 先看看题目 Submation K由40 去到80 裡面K乘K加1 乘K加1 乘K加1 那怎样写法呢 你可以在草稿上写 你想找由40加到80 其实你可以想像成 开头由1 加到80 但是你要减乎某些东西 就减乎由1 去到39 因为40之前的整数 刚刚就是39 所以你可以把Submation K由1 去到80 裡面照写 减乎K由1 去到39 裡面的格式照写 之外 其实你可以用公式 多过一次 开头这个Submation 就是N是80 那时候 所以就是80乘81 的Square 除2 后面N是39 你就再用一次 就减乎39 乘40 的Square 乘41 如讀机 出到2024 0880 这样就叫做完第四条 到第五条 又是 Part A 用Mathematical Induction 证明这条式 For all positive integers N Part B 就是用A的结果 找回Submation 的Integral Part 即是整数部分 A Part 当N是1 左边的Submation K由1 去到1 照代算到 1乘2的0次方式是1 右边 直接代算N是1 又算到1 所以 左右都是1 所以你就写 The statement is true When N是1 接着 就assume K由1 去到M K乘2的K 减一次方 就可以写2的M 的次方 乘M-1 然后之后再加1 其中M 就是正乘数 再来下一个 当N是M加1 的时候又如何 慢慢做 左边 就是K由1 去到M加1 K bracket 2的K减一次方 又是常用技巧 把最后的词 移出来 就写K乘2 K减一次方 后面就是M加1 乘2的M次方 即是退出M加1 前面头 M加1 就是用induction assumption 就写2的M次方 乘M-1 再加1 再加最后的词 你看到 2的M次方 就要抽出来 M-1 再加M加1 后面再加1 即是2的M次方乘2M 再加1 再加1 后面的2 和前面的2的M次方 成为2的M加次方 OK 这个M可以使用M加1 再加1 所以发觉格式又对 因此你写回答句 The statement is true for N0m The statement is also true for N0m加1 所以根据 mathematical induction The statement is true for all positive integers N A part就完成了 到Part B Submation 就由1 去到28 而里面的架式就是 201-k 再加2的-k次方 好了 和原本的架式有些不同 今次就仔細看 我们这里就隔了一条色 就是Submation K 由A 加到B 而里面的 Subscription 是XK 可以寫 Submation K由A到B 里面的Submation 就是X A加B -K 你可以这样理解 第一个蓝色的Submation 就是順序和 K由A开始加到B 第二个蓝色的Submation 就是逆序和 K由B 一路降到A 所以我们要做到这个效果 首先 分母 乘2的200次方 分子又乘2的200次方 OK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想刻意就有个 数字减k OK 这个是什么数字 就是201 好了 我们看看 由1到200 那现在 两个加上就是201 好了 但是后面 我又想写作是201-k 那怎么做呢 我们将200-k 写作201-k 再减1 那黄色蓝色的部分 其实就是a加b-k的格式 k a是1 boy是200 201就是a加b 因此 这个格式 其实就可以写作是 k由1到200 201-k 这些位置就变成k OK 好了 写作这个格式之后 那我们可以用回 a part的结果 就写成是 2的200次方 乘200-1 然后后面再加1 接着把1 over 2的200次方 乘入括号里面就出到199 加1 over 2的200次方 所以整数部分 the integral part 其实就是199 因为后面的1 over 2的200次方 一定是小数 OK 这个蓝色不夸的 一定就是小过1的小数 就是小数部分